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之所以还单身 往往意味着她拒绝过不少人 所以对待身边出现的男人 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和冷漠 如果说一个女人第一次见你 就对你很好 对你有好感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聊 只要你不拒绝 她巴不得天天黏着你 但更多的时候 是你很热情 她却只会泼冷水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她让你很没有面子 觉得不想继续下去 那其实就错失了良机 聊中年女人 男人一定要有思不迫的厚脸皮 赶不走 骂不跑 女人是感性的 会因为习惯而爱上一个人 而她觉得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离开的时候 也就是她爱上你的时候 就算你不主动了 她也会主动来聊你 也有足够的耐心 相比起年轻的女人 中年女人考验一个男人的时间会更长 二十多岁的女人可能认识几天 觉得有一些好感 就会答应你的爱 会跟你在一起 但中年女人不会 没有几个月 根本就不会给你机会让你靠近 毕竟就算她对你也有好感 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让你得到 这会显得她很廉价 所以她会打击你 刺激你 会保持和你若即若离的距离 你若是没追几天 就觉得烦了 那她不仅不会同情你 还会在心里坐实 你就是一个想占她便宜的渣男 聊中年女人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让她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爱 不用你付出多久 她就会主动来聊你的 有保护她的能力和主见 女人在任何一个年纪 都是缺乏安全感的 而女人的安全感 多半来自于男人 所以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生活中 你都要表现出 有保护她的能力 在安全感的庇护下 女人很容易就会缴械投降 同时男人也要有自己的主见 这不仅仅是你能力的体现 也是你阅历的体现 中年女人多半不会愿意 交一个像弟弟一样的男朋友 而是想要一个可以为她引路的大男人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她又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呢 卖幽默不卖苦难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一个成天负能量的男人 她是不会愿意靠近的 毕竟她又不欠你什么 为什么要去承担你的痛苦呢 很多男人在靠近中年女人的时候 特别是关系还不错的时候 就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苦闷 倒在她的身上 希望她能感同身受 也希望她能安慰自己 事实上 中年女人根本就不愿意 滩这个浑水 可能开始一两次 还会安慰你 往后只会选择拉黑你 现实生活中 绝大多数的中年女人 都是吃过一些苦的 所以她们更愿意 和那些阳光的男人走在一起 就算得不到什么 至少能收获开心时光 聊中年女人 卖幽默不卖苦难 这件事情很关键 男人如果能持续给女人快乐的情绪 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她自然就会主动聊你 愿意花钱 但不乱花钱 在和中年女人交往的时候 很多男人都容易走进一个误区 觉得有钱就行了 事实上 这难免有一些比试女人的意思 聊一个年轻的 涉事卫生的女生 你花点钱 她可能因为虚荣心就跟你在一起了 而中年女人多半都是不太缺钱的 你给她钱 她只会把你当成冤大头 并不会对你有更多的好感 当然并不是说不要花钱 如果你铁公鸡一毛不拔 她会觉得你很小气 也不会愿意让你靠近 聊中年女人 在钱这件事情上愿意花 但不乱花很关键 让她知道你愿意为她花钱 但心里也是爱她的 并不纯粹是用钱砸她 她反而很容易对你动情 会主动来聊你 当然并不是要求你很有钱 或者有把块腹肌 而是在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对于这样的男人 女人反而会主动来聊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